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太景门1219事件平凡第14周年全民开讲 我是主持人玄玄 很开心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 今天是11月25日 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日 在1960年的这一天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家米拉瓦尔三姐妹 遭到特鲁西越独裁政权的暗杀 而后人们开始重置妇女的人权 联合国也决议通过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公约已有188个成员国 履行系列的措施 终止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 保障妇女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医疗服务 商业活动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权利 而号称民主灯塔台湾 也发生侵害人权的荒唐假案 接下来让我们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来了解台湾被法税迫害25年 沦为平凡的真实案例 事件起源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阿姨们是古老的七公无数小型门派 分宜里公英团里 事务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义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指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恋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时阴影 用眼神阿伯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毁损迷运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包吻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第一共受积压的师徒 哇,这时代太巧诡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予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What's that? 禁师礼是 Deeds感恩师父愿意收徒的心意 是尊死忠道的标签 其兴致如同婚礼 偶尔 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起诉书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门面临 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赠予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照无辜积压的仕途均获得国家冤育赔偿 揭朝与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大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 上万份的赠予书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赠予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 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赠予的证据引译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宇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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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课税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付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极门案可一窥 部法检察官的滥权 活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 偿破人民的交据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 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户 暗夜枯迹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 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法院都已经三审定验 太子们无罪无欠罪 无违反税间急证法 然而国税局 却迟迟不肯撤销税单 经过25年的时间 都能让小孩 变成出社会的大人了 今天很荣幸能 邀请到两位羽残人 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 产人惠安 是一位房仲业务 同时也是新手妈妈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师父教我们 做人处事 要有一颗良心 惠安是一位新手妈妈 我也是一位房屋业务 惠安更是一位太极门弟子 不认识太极门之前 我的生活都流于一般形式过日子 大部分的时间在忙于赚钱过生活 这辈子有幸能拜一位名师 带着我和家人走正确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学习 真假是非对错 还记得刚认识太极门时 是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 惠安平时习惯上网Google资讯 当时的自己因为不了解 不认识太极门 因为好奇和想要求资的欲望 Google太极门三个字搜寻时 后面总会跟着 养小鬼这些奇异的字词 想说 偶尔会在电视上看到 太极门国庆展演的节目 心理想养小鬼和国庆展演的精彩 是两个很大的对比与出路 于是和大学同学到道馆里听分享 更是让我感受到太极门的 好与正能量 很感谢师父收我为徒弟 让我从练气养生中学到更多的事 做人处事的智慧与坚持 我开始学习气功 也开始加入法岁改革联盟志工的行列 过去媒体打压 扭曲观众百姓的事实 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的国家 国家法税制度是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说我们养小鬼的侯宽人检察官 竟然是用眼神判案 说掌门人的眼神闪过一丝阴影 当我们知道国家的检察官 竟然是这样违法搜索 蛮横无理 怪力乱神判案 身为百姓 身为新手妈妈的我 就感到愤怒与难过 一桩太极门冤错假案 经过25年的时间 新手妈妈都可以把小孩拉拔到大学 出社会工作了 而我们的清白 国家劝没还我们 就算法院判我们无罪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争法 国税局还是说法院说了不算 让在怀孕时期的我就感到紧张与无奈 一个孩子如果生长在这样的法税制度 还停摆将近30年的国家 会安居乐业吗 会感到幸福吗 在当房屋业务的时候 有好几个客户 在服务的过程中 得知也遇上了国税局早上门的惨痛故事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记账士成爸爸 他说他每年到报税季的时候 最头痛国税局跑来问客人 要不要协调多少缴一点 税金缴纳竟然是用协商讨论 用罕价的方式来决定要缴纳多少税 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税制吗 如果不协商缴纳 成爸爸的客户就会很担心 这件事件告诉我们 我们国家的人民竟然是如此恐惧国税局 国税局是帮助人民处理税务相关事务的 举凡政令宣导规划设计宣导纳税服务等等 怎么会变成人民惧怕的政府机关呢 值得省思 期许我们大家共同关心这片土地的法税议题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穆德金恩 有一句名言 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 嚣张罚户 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这一句名言出自 伯明汉监狱来信 历史上无数悲剧 源于集体沉默 我们一起做对的事 关于我们的权利 谢谢大家 谢谢慧安的分享 父母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未来 如果台湾的法税制度没有改变 没有进步 那下一代人的将来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件令人担心的是 竟然有检察官以眼神判案 并说出养小鬼这种毫无依据科学证据来办案 详细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影片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因为我们判案的直接就是说 他应该有养小鬼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 计划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就是研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阿强的战域蒙目 参队悟参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那里还能够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把你对心地与点栏目 连 看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你說,那時候人家找我,人家找我,還是有問題 對 沒有人太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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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說,就這樣辦是指教室的人,沒人家個人 然後裡面指教室就說,有問題 如果他也 我們說,出來的人小朋友,我們要講 是不是 有問題 我們是辦理書人家 你來來,我們要看吧 看什麼人家裡,我們要講 我說, 是不是 我講,什麼 他说,你们怎么算的? 他就拿着我看 就是你趁阿姨来的 你信不信? 他说,算不就是算吧 他说,我看了什么呢? 他说,啊,这个不财 不财,当然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我们是这样的 人们要想着 任何地 要说 诶,诺不财 怪我 原来人啊,找我去 超纯粹 是 反问 反问 你是说他找起去,你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就是,你不管说什么 反正他写他了 他配合你叫做吗 超纯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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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民被办的案子是怎样 是80年到85年 6年 我就觉得,诶,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情绪 原来你看 85年 12月19 查 他就说有逃落多少 85年的所得税 他必须在86年3月底以后 你才能去调查 人家有没有逃落税 人家都还没有申报 你查人家逃落税 有这种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怎么申报 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没法税法规定了 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个你没有金流 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 不能给人家判刑的 但是呢 太庭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 搜查到 两本存部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庭门师傅有诈期收入 换补习班的所得 31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 结果我后来看 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 我大概看就是 61万乘以5000倍 刚好就是31亿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 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 那些侦办笔录 什么证人笔录 是什么时候做 绝对是在12月20号以后的 查税的话 会有说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讨论多少 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 这个东西啊 不要说是非法课税 非法律课税 那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摘账枉法 才是61万说31亿 那都是凭空想像的 能够用凭空想像的东西去给人家 课税处罚 那这样还要 税件机关干什么 找几个这种检察官就够了 你要收多少税就可以 那才以免这个案子课税 非常清楚 确确确实实是 税务人 也就是税务机关 居正机关 非法课税 不管是法条 不管是实体 都不是真实的 用非真实的 去给人家课税 绝对违反租税 绝对违反租税 阻罚一点 没有任何所得税实施国家 他的政府 会有这种现象 刚刚影片当中的 前高雄国税局检任集合 黄坤光提到 活动检察官用凭空想像的方式 捏造出假证据 来违法课税太极门 这不只是非法课税 根本是枉法裁判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今天的第二位语谈人 所作访的负责人 小马 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主持人好 各位语谈人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小马 我家三代同堂 都是太极门弟子 起先是妈妈的身体很不好 来到了太极门之后 认真的练功 把身体都养好了 后来姐姐也入了门 经过了师傅 无数次的开示 得到了许多人生的智慧 在人与人的相处之间 也懂得运用智慧 去与他人沟通 让我感受到了 他们的收获与成长 所以我跟我的女儿 也一起入了门 记得还没有入门时 常常会一些事情 跟我的先生发生口角 后来听了师傅的开示 让我知道许多事情 如果我不学着先沟通 让对方知道我的不愿意 而不是一昧的委屈自己 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最后只会懒败一句伤 让我学会了如何的沟通 如何的放下 让生活过得更好 在太极门里真的非常的快乐 每次来到会馆研修 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而太极门却被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税局 霸凌了25年 就想请问一下 当时的侯宽人检察官 您是用什么办案的方法 来决定太极门有欠税呢 就凭您的直觉 一个眼神 来说师父养小鬼吗 我不懂的是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武术修行门派 却变成了要磕税的补习班 甚至开了万年的乌龙税单 经过法院多次的开庭 并在2007年 刑事以三审判决太极门 无罪、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争法 还太极门清白 可是为何国税局不理会司法判决 这是国税局惯有的作风吗 就连日后太极门在行政法院 有18次的胜诉 国税局仍是目中无司法 坚持法院判的不算的态度 原来税务官员对司法判决的态度 是这样的轻蔑 而2019年11月22日 中区国税局更正课税处分 将1991年、1993年至1995年 与建施理相关之课税处分更正为零 却又唯独1992年的假税单不撤销 台湾是这样的税制吗 还是国税局在开玩笑呢 套一句台湾礼语 超怕人的嘴 甚至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在2020年7月31日第一次拍卖流标之后 接着又在2020年8月21日 急着强制执行第二次拍卖太极门土地 最后还是流标 然后直接由台北国税局 及中区国税局 共同声明承受强行收归国有 可以不要这么不要脸吗 用一个不实的起诉书内容 一再的违法开出假税单 绞杀无辜的纳税人 这就是我知道的司法改革 司法正义吗 不是应该把违法的官员抓出来制裁 这样人民才能好好的活下去啊 我的师傅洪道子博士 带领着弟子走遍了世界五大洲 共101个国家 宣扬中华传统固有传统文化 并将爱与和平的理念 广传世界 为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而努力着 而今年台湾荣获HFS奖 是因坚守民主制度 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与肯定 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进步 国人不只是要选贤与能 更要善尽监督之辙 才能享有司法独立 赋税公平 保障人权的民主法治国家 让全民能够真正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 才不荣获慈奖之殊荣 得到全民的尊敬 我的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小马的分享 相信人民都希望自己 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 赋税公平的国家 顾炎武的廉耻提到 士大夫之无耻 世卫国耻 台湾的贪官污吏 如果能懂得离异廉耻 那么百姓们 敲手以待 安居乐月的生活还会远吗 谢谢圣上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 做手 为爱勇敢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令旅趟 迎着风 迎着雨 即使泪眼朦胧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云露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鼓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云地荆棘中已在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硬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黎明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云地荆棘中已在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 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黎明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人地荆棘中已来花香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 抗争到底的日子 抗争到底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反 要平反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反 要平反 ος Arm 噶 错 窿 窿 来 朝 窿 画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